版本武郎1923年出生于日本 古玩收藏家 日本著名古董商号不言堂的创始人 在咸有亚洲面孔的欧洲拍场上 他屡次缔造了中国瓷器的拍卖记录 天下奇物美物 总要有人识货有人买 才能称得上是好东西 就如同伯乐之于千里马 事无伯乐便永远不会有千里马 日本传奇藏家版本武郎 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发现西式珍宝的伯乐 2016年8月15日 93岁的他在东京去世 一带传奇落幕 自称战后日本最勇敢的 收藏家 1972年 伦敦家世德拍卖会 即将拍卖一件中国元代的青花又里 红开光镂空牡丹纹盖罐 得知这一消息的日本古董收藏家 版本武郎决定孤注一掷 哪怕是卖掉自己所有藏品 哪怕是放弃自己经营的古董商号不言堂 也要拿下这一展品 所幸他齐开得胜 以1.8亿日元 约合1179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拍下了这件元代牡丹罐 刷新了当时除绘画宝石之外的 艺术品拍卖世界最高纪录 当时的日本朝日新闻和美日新闻 分别以日本人在英国 以1亿8千万日元的高价 买下一只罐子 和日本真是有钱啊没提 刊登了版本武郎 创下最高纪录的好举 在晚年所出的自传中 自诩是战后最勇敢收藏家的版本武郎 是如此定义那次一只千金的意义 时至今日 我仍然相信 是我在1972年 购下了元代牡丹罐 才触发了中国瓷器在全球的昌盛 让更多的西真瑰宝 走进人们的视野 版本武郎对中国古董的 情有独钟和极力追捧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促使全球古董藏家 都喜欢上古代的中国制造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 版本武郎就开始苦心钻研 中国古董 曾购入南宋观瑶仿古 从世平和中国佛教高古雕塑 其中一尊以牧主为蕊 尼素做母 贴占七麻布围台的唐代 家住甘七佛头像 更是真善至美 现传世的仅有七尊 1960年对英文一窍不通的版本武郎 为了到海外寻求珍宝 说走就走 由于语言不通 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次他本来要去伦敦 却差点上了一架 驶向地中海的飞机 当时能在伦敦参与拍卖会的 亚洲面孔非常少 但版本武郎凭借着眼镜和感觉 就那么不惜一切的 到海外远征了 那时 欧洲的古董商和收藏家们 集体热衷于印象派绘画 而版本武郎 只钟情于中国古董 主公陶瓷和青铜器 他认为 只有日本人和中国人 能够理解中国古董的真正价值 这话没错 版本武郎在伦敦购下的 家境五彩鱼藻文贯 让他声名雀起 其好友约翰·菲格斯爵士 曾写信告诉他 自二战结束后 能登上《泰晤士报》的日本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日本首相吉田茂 另一个就是大收藏家 版本武郎 版本武郎也自豪地表示 自己正逐步朝着 要拥有日本乃至全世界 最顶级艺术品的梦想迈进 1980年4月 版本武郎在下一城 以528万港元 约合453万元人民币 拍下名城画斗彩鸡钢杯 19年后 当他卖出这件器物时 价格是2917万港元 约合2507万元人民币 创下当时中国古代瓷器 在拍卖市场上的 最高成交记录 也是目前官瑶瓷器开卖中 十大最高价拍品之一 2014年 这件器物被上海收藏家刘一千 以2亿多元人民币的天价买下 他怎么就那么厉害 为最顶级艺术品的梦想 花费如此巨大 这个叫版本武郎的日本人 还真是有钱 然而事实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版本武郎的出身 实在是贫困危健 且命运多舛 1923年9月1日 他才刚出生一天 日本就发生了导致15万人丧生 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的关东大地震 版本武郎的母亲 在一片颓园拜把中 救出7名子女 一家人前往东京都八王子市 投靠亲戚 艰难度日 母亲是对版本武郎人生影响最大的人 她曾以一己之力 抚养7个子女成人 是非常典型 也是非常传统的日本女性 每天早晨都要祭拜过神坛和佛坛在吃饭 她把这时间最淳朴 也是最简单的道理交给了版本武郎 武郎啊 人生再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吃一点苦是必然的 1936年 仅13岁的版本武郎小学一毕业 就到一家鱼竿批发店当学徒 起早贪黑 勤勤恳恳 然而好景不长 二战也影响到了这家鱼竿批发店 版本武郎失业了 不得不自谋生路 她选择了当时门槛较低的二手衣服买卖 后来还时不时和驻日美军搞点黑市交易 也就是在做小商贩期间 版本武郎接触到古董 觉得靠卖差价赚钱挺划算 几次捣手后 有得有失 她开始痴迷此道 真正将古董买卖作为一门学问来钻研 然而古董不比二手衣物 还是有着相当高的门槛的 一瓶如洗的版本武郎 能入此道的根本原因 就是时下流行的那锯靠人品 这一日 版本武郎在八王子的旧货市场 买下了一个景泰兰花瓶 和一个银制温酒壶 随后拿去东京上野的吴吉亭市场碰碰运气 结果在市场上没碰到一个爱好此道之人 一打听 原来当天在东京美术俱乐部 有一场古董拍卖会 东京美术俱乐部成立于1907年 是一家会员制俱乐部 专门为日本第一流的古董商人服务 就连拍卖场的座位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版本武郎正愁没资格进去时 他的意味就相识 那虚无茶具店老板野口舒太郎先生 也来到了这里 几句交谈后 就让版本假借那虚无店员的身份 也就是野口先生的跟班 一起进了东京美术俱乐部 这是他迈入古董殿堂的第一步 在这里 版本武郎有缘认识了很多当时著名的古董店老板 他提出以学徒的身份到店里学习 对方都欣然同意 打砸了很久 直到一天 古董店老板给了他50万日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 要他一个人去古董市场进货 结果前的版本武郎非常高兴 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他觉得这是一种肯定 信心满满地挑了几件古董 等着老板点评 然而老板看都不看一眼 就命令他把刚买来的古董 第二天拿去古董市场卖掉 结果只卖出了20多万日元 老板还是看都没看他 只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话 从明天开始低头认真学习吧 1947年 24岁的版本武郎离开八王子市 到东京开店不言堂 其名取字讨礼不言 下字成七 讨一顶艳品专业户的帽子戴 真品还是艳品 是古董收藏者永远的课题 无论新手老手 总会遇到失手的时候 但是版本武郎相信 若未切风险 那便丝毫没有在这个世界取胜的可能 在这个领域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句格言是经得起检验的 唐三彩在市面上的艳品很多 有一次已经成为著名古董商的版本武郎 以为自己买到了一件真品 当他兴高采烈地 把宝贝拿给老朋友看时 才知道自己高价买的 不过是一个制作上等的艳品 如果他肯藏起艳品或是退货 除店家和朋友外 恐怕没有人会知道 他作为成名的古董收藏商 还在唐三彩上栽了跟头 可是版本武郎不肯 他拿着这个艳品 到处请教老前辈们辨别的关键 于是整个业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他买了一个艳品 并且送了他一个艳品专业户的绰号 然而版本武郎并不觉得屈辱 抛掉了虚妄的自尊心和自负心的他 觉得自己收获颇多 知道了很多有关鉴别唐三彩的关键 他说 一步一步前进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搞古董要用尽一生的时间 还有一次 他买到了一尊非常罕见的阴伤青铜器 结果发现只有盖子是真的 气体本身是纺制品 这是一个同行希望他高价转售 他便将原委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同行 甚至在对方说出了 假的也认了之后 依旧拒绝出售 版本武郎认为 古董收藏家犹如拳击手 一记重拳往往并不奏效 需要不停地练习基础刺拳 拳击术语 以击打头 腹部为主的中远距离拳法 才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与很多收藏家不同 版本武郎敢于出手买古董 更舍得把古董分文不取地送出去 1952年 他便向中国国家博物馆 捐赠了一件南宋画室棋盘 1968年 他以其母亲的名义 向东京国立博物馆 捐赠了十件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 这是日本自二战结束后 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捐赠活动 1969年12月至2008年3月间 版本武郎向台北故宫博物院 捐赠了五件藏品 其中包括半山市彩桃罐 唐家彩桃马 宋黑漆方盘磁州摇戏 白佑瓷席等 2002年 版本武郎又将382件中国青铜器 捐赠给了奈良国立博物馆 这其中就包括 他以天价拍下的那件 元代牡丹罐 他的眼力能鉴别哪些是青城之物 他的胸怀更懂得什么是身外之物 2005年至2015年 苏富比亚州区副主席 及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 国际主管筹国士 一直定期拜访版本家 据他透露 版本武郎的别墅立于山间 俯瞰着小田园的温泉小镇 别墅四处陈设着 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藏品 这些藏品未必是最贵 最难得的 而是深得他心的 非常低调的私人物品 比如摆放在大门口的 巨大古希腊大理石脚步雕塑 是他于1960年在开罗购入 并煞费苦心地带着他游历欧洲 最后运回日本的 又比如客厅里的一幅 大巴哈语的水墨画 是前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 西蒙里博士的作品 西蒙里只要到日本 就会千方百计跟版本武郎见面 看看他最近又收藏了哪些真品 他形容版本就好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 拥有神奇的魔法 能变出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晚年 版本武郎回顾自己精彩辉煌 屡创传奇的一生 却如是说道 如果有来生 我不会再干这一行 从商的道路是严峻的 其中的滋味难以言表 如果有来生 我想成为一枚贝壳 光干不说 重新回到逃里不言 下自成七的道路 对自己的事业 他的总结是 我在拍卖的惊木生中度过了50年 但我没有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